因为美股业绩期 港股其实也是 先讲了META 收市之后才公布 收入其实差过预期 按年增长7% 每股盈利跌了近两成 但都还超出市场预期 看到盘后的股价其实一度都升了近两成 看到他们的其他Facebook 每日的活跃用户 都有19.6亿万户 按年升4% CFO预计说他们第二季收入280-300亿美元 就轻微低于市场预期 你怎样看今次META 公布的业绩 帮我们简单点评一下有什么重点 还有收不收复 接下来估计又怎样看 其实现在这个数据 本后的反应好像很好 但我觉得就不是很好 主要是因为过去几次 你看到估计都反映 过去几次都不好 出现业绩 大家看到反而是否都叫做 大家未必对他有太高预期 因为他现在在FAMG 里面 已经跌了到神坛了 大家已经不再购买了 还有他今次也是用户那边 我想大家看得好一点的数 因为可能Netflix那边的用户还要倒退 令到大家觉得 即大家会相对之下觉得 你Facebook 的用户量增长都算是OK 但是如果在FAMG 里面 他的业务上是没有其他 应该也是有几次之间的 他的业务上是没有其他几间 那么有垄断地位的 因为他主力是社交媒体 和主力是在广告收入 这个安全性会那么大 因为其他几间 很多已经在做一些云端 云端储存 大家其实很多的企业 都是要用到他们的服务 那么依赖性又会高一点 垄断地位也更大 垄断能力也更大 互乘更深一点 可以说是 Facebook 始终还是主力在社交平台 和广告收入那边 当然他也在转型想去改名 要做完宇宙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初步的阶段 他的主业就没有那么有稳定性 现在呢 等于他好像这么单一的话 你如果好像Netflix那样 用户 因为这个有时都会是一个潮流 如果有一天大家可能口味转变了 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本后是爆升的 大家因为都对他的业绩 不算很强的预期 因为他之前其实还在一个判底 所以本后都OK 有一个大点的反应 但是呢 如果他现在一个这样的破底的形势 升上18% 都还是一个很弱的 整个下行趋势的反弹里面 所以就都不一样的 而且整体其实市场就不需要很好 他只不过是一种超卖 超卖之后出完份业绩 就会带动回 都OK的 就带动回超卖反弹 所以暂时就 未必那么大 期望着到他现在 即短期内的股价走势 因为如果要去看上网下的阻力 就很远的 其实他236% 所以就算弹回两成 其实还是一个向下的走势里面 Kick 哦 他就想到他那里面 那我今天的视频 所以这种